观察后思考 思考后假设 假设后验证 官司假验 这是一个气球 这是一个金属托盘 如果这是和我同时松手 你们会看到什么呢 现在如果把气球放在盘子上 我一松手 你们会看见什么呢 答案一 盘子先落地 气球缓慢落地 答案二 盘子落地 气球漂浮 答案三 几乎同时落地 答案是同时落地 和你想的一样吗 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 仔细观察自行车比赛 跑步比赛 赛车等运动时 总会看到有选手 跟在另外的选手后面 自行车团体赛中 还会设置有专门的运动员 作为破风手 他的任务就是帮助身后的队友 阻挡空气阻力 在长跑运动中 跟在对手身后 这也可以帮助后面的运动员 保存体力 留到最后使用 回到实验 当盘子下落 后面的空气窝流 会形成低压区 当气球处在这个区域时 会被后方的气流 推入盘子后面的低压区 看上去就像 粘在盘子底部了一样 现在 如果我们在托盘底部 开一个洞 实验结果还会和刚才一样吗 那试试多打几个洞呢 看来 涡流的效果依然存在 看来打洞不是主要因素 如果用的盘子 比气球更小 还能形成涡流吗 看来躲在体型大的运动员身后 可能会更有力呢 这是一个氦气球 如果我们用它重复之前的实验 结果又会怎样呢 答案一 氦气球缓慢落地 答案二 氦气球直接上升 答案三 氦气球先跟着盘子落地 随后上升 观察 思考 假设 验证 这就是最经典的科学方法 感谢您的观察